我們看第16題 它說以質量為M的這個質量A 以速度V0 撞擊 禁止了質量2M的V 做正向彈性碰撞 則下列敘述哪個正確 我們看A 它碰撞後A的速率多少 那A的速率你都帶公式 這個我們叫1,這叫2 V1'等多3M M1加M0是3M 分之內M1-M M1-M0是-M 它乘以V0 所以它倒退 所以是3-1-V0 好 速率是3-V0,這對了 因為它問速率 上看B 通撞後B的動能多少 好 通撞後的話 它的動能等於多少 我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是 因為它總動能不變 它的總動能 減掉 扣掉什麼呢 扣掉後來的動能 就等於它 獲得的動能 也就是說 那個 EKB pland 是等於這個 1 2分之1 M的V10平衡 扣掉後 撞後以後它的動能 1 2分之1 M V10是這個 3-1 V10 整個的平衡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1 2分之1 扣掉 18分之1 3-9 除了18 18分之1 2分之1-18 然後MV MV0平衡 剩下多少 這18分之9 18分之 18分之9 要剪掉18分之1 18分之8 MV0平衡 MV0平衡 24分之8 298 所以是等於 9分之4 MV0平衡 是它獲得的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 他說B 是9分之1 這是錯的 應該是9分之4 上開C 碰撞後 兩直鐵的直線 直線速度大小 這個 直線速度不會變 因為它們只是互相作用 沒有其他外力 殘掃性 所以它直線速度呢 是不會變 等於原來的直線速度 原來的直線速度 M1加M2 就是3M 分之M1 M1V1 就是MV0 所以是讓它直線速度 等於3分之1V 這直線速度是3分之1V 所以C是對的 第一 V對A作用的充量 纳小 那 V給A的充量 就等於A的動量變化 就是說 就是說 V給A的充量 是等於 A的動量變化 所以就 墨動量是 M乘以那個V± -3分之1 V0 它減掉出動量 MV 那你減掉 負號代表往C -3分之1-1是-3分之4 MV0 -3分之4 MV0 -3分之4 所以充量大小是3分之1 是錯的 應該是3分之4 再來看看 這個是D 所以D是錯的 AC是對的 D是錯的 這樣看E E他說 B對A所做的功 B對A所做的功是護功 因為他的動能減少 他對他做的功就等於他對他做功 為什麼 因為他動能手很難 或者是說 他給他做的功等於他動能變化 動能變化我們剛剛就是 就是這樣算的 動能變化 這個是動能變化 所以算出來的話呢 我們是前面減後面的 動能變化應該 本來應該是後面減前面的 所以得到是負的 所以那個 B給A做的功 B給A做的功的話 是負的 B給A做的功 是等於這一項 就是A的動能減少量 負的 9分之4 MV0 所以大概是 負的9分之4 這9分之1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選Ac